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我是Rabia 杨乐亭 牛仔骨大家就吃得多了 有没有试过呼噜牛仔骨 很有慢性气氛的 看看材料 首先最重要的是 洗净牛仔骨 然后把预先切好的 蒜蓉和姜蓉 放进去 然后加入雪梨蓉 很清甜的味道 然后加入豉油 黄糖 和芝麻油 和芝麻油 然后我们就拌均匀 然后我就会放入袋子里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两个小时 我们腌了两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拿出来煎了 我就会调慢火 因为牛仔骨都已经有肥腻了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特意加油去煎 好 排好之后 排好之后可以调回中火了 煎香了两边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碟了 好 最后 最后可以加点葱花 和芝麻 来做装饰 这个 酥鲁牛仔骨 就完成了 装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